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习近平率七大常委出席 江泽民 胡锦涛罕见未寻力出现 一个半小时谈话里 针对两岸关系依然重申同样立场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两度强调九二共识 至于谈到中国过去40年变化 习近平公开点出这一段有争议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导致我国经济 濒临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同志指出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 和社会主义事业 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被视为中国改革教父 过去所有贡献到了习近平执政后完全消音 反倒是这次谈话 习近平对毛泽东 名包按扁 高度致敬邓胡时代的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直接跳过江泽民 肯定邓小平胡锦涛主政贡献 似乎接割某些旧有势力 见证这场大会历史时刻 除了党内政要 习近平特地表扬对于中国经济 巨大贡献的商界大佬 马云 马化腾 见证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 经历了邓江胡主政 如今到了习时代 外界分析 邓氏改革已成过去 习的新改革时代将成新指标 三连新闻任一方 北京综合报道